段叶之前怀疑右将军田昂对自己不忠实 因此把他囚禁起来 到了这时又把田昂召了回来 向他道歉并且赦免了他 派他跟五位将军梁中庸一起去讨伐拘去盟训 别将王丰孙向段叶敬言说 西平郡出来的那些姓田的人 哪一代都有叛变的 田昂这个人外貌看起来谦恭谨慎 但是内心里却阴险狡诈不可信赖 段叶说 我怀疑他已经很久了 但是如果不是田昂 我这里就再也没有可以带兵去征讨拘取盟训的人了 田昂带兵来到侯雾 率领着五百名骑兵向居区盟训投降 段叶的军队于是便不战而自行溃散 梁中庸也来面见居区盟训投降 五月 居区盟训的大军到达张叶 田昂的侄儿钱承寿 砍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城内 段叶的左右侍从卫士们也都跑散了 居区盟训进城 段叶对居区盟训说 我孤零零的只有一个人 被你们家推举才做了王位 我请求你留下我的活命 让我能够回到东土去和我的妻子儿女相见 居区盟训没有答应 把他杀了 段叶是一个仅死板的信奉儒家学说的长者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权谋和智慧 因此他的身为和命令都不能很好地得到尊重和传达 他手下的人也都擅作主张 不听朝廷的调遣 尤其是他又特别地相信占卜和巫术 所以才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巨区南城的弟弟巨区复瞻 将军巨 统帅着五百户居民 将南梁和西王突发利禄孤投降 巨是巨石子的儿子 孙恩的军队攻克了户毒 杀了吴国内使袁松 在这场战斗中死亡四千人 后梁王吕龙采用大肆杀戮有名望的豪门大族的办法 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望 因此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一片哗然 人人自危 魏安人交朗派遣使劫 向后勤隆西公姚朔德有谁说 吕氏自从武皇吕光去世之后 兄弟之间互相攻击残害 朝廷的大政法纪也不能确立遵守 人们只是比赛着 看谁更加粗鲁暴虐 百姓却因为饥饿灾荒 死的已经超过一半 现在成他们之间正在热心于互相篡夺残杀的机会 消灭他们一如反掌 千万不可失去机会呀 姚朔德把这话向后勤国主姚兴做了汇报 然后便率步骑兵六万人对后梁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龟一侯欺负前规也带着一支七千人的骑兵队伍 跟着姚朔德一起出征 六月初一 孙恩从海上发兵突然出现在单途 有士兵十多万人战舰一千多艘 这使东晋的都城建康大为震惊恐慌 川儿东晋都城内外戒严 文武百官全都聚集在台省机构内居住 随时办公 冠军将军高速等人锯瘦石头 辅国将军刘席则带兵用木栅栏将怀口切断 丹阳引司马辉之束手在长江南岸 冠军将军环迁等人在白石住房 左卫将军王谷等人屯兵中堂 征召玉州刺史乔王司马上之来惊世未首 刘劳之从山音带兵前来截击孙恩 还没有赶到孙恩的兵马已经过去了 于是他让刘豫从海沿迅速赶来援助 刘豫的兵重一共也不到一千人 日夜兼程 一路急行军才与孙恩的部队几乎同时开刀单途 刘豫的兵足本来就少 再加上赶很远的路已经疲惫不堪 而单途原来的东晋守军又没有丝毫的斗志 孙恩率领他的部队一起高声呐喊雷鼓助威 登上了算山 而当地的居民则挑着单子站在那里 刘豫率领着他手下的士兵奔向前去 对孙恩部队发动攻击 并把他们打得大败 便民从山崖上摔下 落入水中淹死得非常多 孙恩也仓皇狼狈地紧紧逃回到船上 这才保住了命 但是他仍然依仗自己的兵多 很快便重新整顿好部队 静止向京师开进 后将军司马原显率领部队前来迎战 但是却不断地战败失利 会计王司马道子没有其他办法 只是天天到蒋侯庙去祭祀祈祷 孙恩的部队距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百姓人心惶惶非常恐惧 侨王司马上支 统领着他的精锐部队及时赶到 直接驻守在姬鲁堂 孙恩的战舰非常高大 逆风行御速度便无法加快 所以几天之后才到达白石 孙恩本来以为东径各支部队 驻守的地区比较分散 因此打算趁他们没有准备 发动突然袭击 但是到达白石 得知司马上支的部队正在建康 又听说刘劳之也已经回军 聚守在新州 所以他再也不敢继续前军 只好回军从海陆向北直扑豫州 孙恩手下的其他将领攻克了广陵 杀死了三千人 宁朔将军高雅之在豫州向孙恩发动进攻 却被孙恩的军队抓获 荆州此时还旋 无时无刻不再磨砺兵器训练部队 经常严密注视着朝廷内部所出现的 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微小变化 当他听说孙恩逼近京师 便赶紧竖起军旗 集结军队 向朝廷呈上奏书 请求带兵去征讨孙恩 司马元贤对此大为恐惧 正好赶上孙恩的军队撤了回去 于是司马元贤以诏书制止还旋起兵 还旋无奈 只好命令部队解除戒备 北梁武卫将军梁中庸等人 一起推举居屈蒙训担任大都督 大将军梁州睦张业公 他下令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永安 居屈蒙训又任命他的堂兄居居扶奴 为张业太守和平侯 任命他的弟弟居居 为剑中将军都谷侯 田昂为西郡太守 命张墨海为辅国将军 房轨梁中庸为左右掌使 张智谢正礼为左右司马 这样他着身任用的 都是贤明有才干的人物 文武官员都感到很开心很高兴 南梁河西芒突发力路孤下令 让群臣畅所欲言 指出他为政的得失好坏 西曹从事时说 陛下命令将领们去出征罚战 去了便没有不得胜的 但是我们打仗 不把安定民心 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定 作为首要的目的 而只是把迁移人口作为要物 百姓喜定居本土 不愿迁喜 所以经常出现离心叛逃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斩杀敌将 攻克敌城 但是地狱却不能更加拓战的原因 突发力路孤觉得他说得很对 秋季七月 北魏沿州刺使长孙肥 带领着步骑兵共两万人 向南夺取了东晋的许昌 又向东进军到彭城 东晋将军刘该投降了他 后勤隆西公姚朔德 从金城附近渡过黄河 静止向广武逼近 南洋河西王突发力路孤 调动他在广武的守军撤退 避开了后勤国讨伐后梁国的军队 后勤军队到达孤桑 后梁王吕龙 派前辅国大将军吕超 龙湘将军吕淼等与后勤军迎战 腰朔德把他们打得大败 活捉了吕淼 俘虏杀戮的后梁君族 输鬼万计 吕龙围绕着都城指挥固守阵地 后梁巴西公吕陀 率领着东院的部队 两万五千人向后勤投降 西梁公李 南梁河西王突发力路孤 北梁张掖公居去蒙训等 都分别派遣使节 捧着奏章去向后勤纳供 当初后梁将军江继 向南梁河西王突发力路孤投降 广武功突发谈 与他探讨兵家战略 对他非常喜爱推崇 如果坐下的话 就紧挨着坐垫相连 如果出门的话 便一定要同坐一辆车 每次在一起谈论事情 都是白天说不完 晚上接着说 突发力路孤对突发谈说 江继的确具有很高的才华 但是我通过观察 觉得他不是一个有长性的人 一定不会长久的 留在我们这里 所以不如把他杀了 否则江继如果去了秦 一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的 突发谈说 我以平民的身份 平等的对待他 和他交朋友 江继一定不会对不起我的 八月 江继带着几十个骑兵 投奔后勤军 对姚所得手 吕龙只守住一座孤城 却没有外来的部队援助 明公您指挥大军围困在他的城下 在那种情况下 他一定会请求投降 但是 他这只是嘴上说投降而已 心里并不一定马上肯于服从我们 请您交给我步骑兵三千人 与王松松将军一起 利用后梁归顺过来的 娇朗华纯所带的部队 在旁边等待着他们内部矛盾的产生 和机会的出现 那么 吕龙的被征服 就根本不成问题了 如果不这样的话 现在突发力鲁孤在南方 军队强壮 国家富有 假如再把孤赃城兼并占有的话 那么 他的威霸之势便会越发强盛 而居区蒙迅和李 没有力量抵抗他们 也一定会向他归附 一旦那样 那可就是秦的强大敌人了 姚朔德于是上座请求 任命江济做五威太守 并配给他一支两千人的部队 让他再艳然助手 后亲王姚兴 听说杨环非常贤明能干 便征召他到京师长安来 南梁和西王突发力鲁孤 也不敢擅自把他留下来 我 blir打破了 我请非常擅长 只要是阶约 开中心 是阶约 把我打破了 阻损